北方集清理的共餐由在地志工妈妈们一手完成 这些妈妈们各司其职也各个身怀绝技 除了药会煮饭还要做点心 今天是做芋头煎 志工们从一早芋头削皮 蒸熟到打泥 一步一步仔细完成不马虎 我们今天共餐 就是志工们很用心一早来 从削芋头 然后蒸 然后用自己抽螺 然后自己来炸 虽然这个芋里卷是可以外面直接买现成的 但是志工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动手来做 让长辈吃的安心 那个食材方面我们也会把关 共餐志工就说 因为在吉安宫协助庙会的餐点张罗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所以煮饭这件事算是家常便饭 所以有时候会加码手工制作小点心 除了让长者吃得更健康 也让其他志工姐妹们可以学习新菜单 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有啊 我要做汤圆啊 做粿啊 还有在庙里做一些素食的啊 你也希望老人家吃的比较健康 对啊 这样少油啊 少糖啊 啊 那个吃起来比较健康 当地一章表示 虽然很多餐点都是可以买现成的回来加热 但志工们除了自己本身喜欢做 也希望带给长者更健康的饮食 因此三不五十就有志工动员 一起来做小点心 即使辛苦也是单只如鱼 继续成为瑞芳采访报道